看一部电影《T百无人生》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部 抚养权争夺的电影《天才少女》 玛丽和舅舅弗兰克 还有一只独眼猫弗雷德一起生活 虽然她只有七岁 但是已经掌握高等代数中的转换 并且开始自学微分方程了 面对一个拥有数学头脑的天才侄女 弗兰克采取的教育方式是 该上学时还是上学 天才是人 天才也需要社交 天才在发挥天才能力前 最好要学会如何做个人 现实中 玛丽性格上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她心智太过成熟 以至于她不适合同龄人玩 唯一的好朋友除了弗雷德 就剩隔壁女邻居罗伯塔 再说弗兰克也要上班 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料玛丽 所以玛丽去镇上上学是必要措施 玛丽虽然很排斥 但她也很理解弗兰克 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她就用十秒钟算出57乘以153 这超出一年级算法的内容 引起了班主任邦尼的注意 与此同时 她还对着校长大喊大叫 勒令她把弗兰克叫了过来 只因为她完全受不了 这里低龄的课程 聪明又不懂礼貌的玛丽 让弗兰克第一天就被老师约谈 邦尼表示 玛丽那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被弗兰克一套 玛丽学过特拉亨波格速算法 掩盖了下去 很明显 弗兰克不想让玛丽 过于拔尖的头脑优势 让她在学校遭区别对待 回家后的玛丽 免不了被弗兰克教育一顿 但她的教育方式 不是一般家长对孩子的训斥 而是把你放在同一个位置 用前背对后背的口吻 让玛丽意识到 她那样做会给她自身带来不利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玛丽收敛了很多 她开始尝试接纳周围的老师和同学 和他们分享 她和独眼猫弗雷德的故事 邦尼也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直到她做题快 还为她准备了额外的题目 玛丽的聪明 让邦尼从昨天就对她和弗兰克的身份 产生了好奇 她试图检索了弗兰克的名字 没有找到对应人选 当她将上数学家的标签后 却弹出了一个和他们同姓氏 名为戴安的女数学家 报道显示 戴安·阿德勒是最有可能解除 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人选 只是在这个答案还没有做出来前 她就自杀在了家中 而她唯一的女儿 交给了弟弟弗兰克服养 第三天上学的时候 玛丽在小车上 为了帮一个被欺负的同学出气 砸伤了麒麟对象的鼻子 校长叫来了弗兰克 说是考虑到玛丽的天赋 美记名曰 想把她送到那种 专门培养天才学员的顶尖学院 否则 玛丽就只能为她今天的故事 被迫开除了 弗兰克虽然知道 那是个好选择 但她坚守姐姐离开前的遗愿 只想让玛丽有一个平凡人生 她觉得对于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来说 没必要让周围的环境 去提醒她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况且 玛丽早已经有自我意识了 她知道她和普通人有点不一样 对于今天的打人 玛丽是做得不对 但令她更引以为傲的是 面对一个12岁男孩 欺负7岁女孩的时候 玛丽有站出来的勇气 最终 弗兰克因为不同意学校 帮玛丽送去顶尖学院的做法 玛丽被学校开除 两人刚到家 发现家门口站了一个老女人 弗兰克告诉玛丽 那是她外婆伊芙琳 伊芙琳送来了电脑 还在电脑里准备了很多 对玛丽具有挑战性的知识 因为伊芙琳对猫毛过敏的原因 她和弗兰克跑到了外面交谈 言语中透露了几条信息 弗兰克不想让伊芙琳找到他们 伊芙琳找玛丽找了七年 之所以今天能找到 是因为弗兰克今天在学校得罪了校长 校长告诉了伊芙琳 伊芙琳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资深数学家 她女儿戴安很好遗传了她的数学天赋 离城空解开 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就差一步之遥 但后面大家也知道 戴安自杀了 所以她想赞陪玛丽继续走完戴安的路 觉得弗兰克把她送进普通学校 遮盖她锋芒的做法 简直是在浪费玛丽的天赋 而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让玛丽顶替戴安 解开千禧年难题之一 纳维斯托克斯方程 从而获得菲尔兹奖 为了完成她的心愿 她将不择手段地 从弗兰克手里夺回玛丽 她先是口头地劝说 通过在弗兰克家现场的考察 她从生活条件 教育条件 周围环境 论述了弗兰克自己 不求上进地当个修传工 毕竟她已经成年了 她管不着 但是请她别去拖玛丽的后腿 她的大脑明明有更好的方式去培养 弗兰克直接反驳 竟然如此 为何姐姐戴安在她的栽培下 最后选择了自杀 临死前都还告知她远离伊弗林 让玛丽频繁地度过一生 戴安是伊弗林的心痛之处 也是她自己也想不明白的地方 既然弗兰克劝说不动 伊弗林只好采取法律的措施了 他们就玛丽的抚养权仪式 搭起了官司 此时的玛丽还可以开心地玩耍 完全不知道弗兰克已经为她的事情 被伊弗林整得焦头烂额了 第一轮官司 法官批准了伊弗林和玛丽单独相处的机会 与伊弗林的相处过程 没有游乐茶 没有零食 没有玩具 有的是回顾妈妈 带安年轻时候的相片 和去麻省理工学院 接受伊弗林研究伙伴 尚克兰博士的数学测试 玛丽盯着题目看了很久 但是也没有动手写出个答案 尚克兰博士暗自心想 这个小萝莉也不过如此 伊弗林很生气 一路都在吐槽那个糟老头 玛丽低语着 那个题目根本就不需要解 因为她题目就错了 伊弗林听到后 又立马拉着玛丽折了回去 在指证题目错误后 尚克兰博士欣慰地点了点头 玛丽用她至嫩的笔法 把这道题算出了正确答案 事后尚克兰博士问她 为什么第一次没有指出她的错误 玛丽想起了弗兰克 以前教过她的 不要纠正老人犯的错 大家都不喜欢自觉聪明的人 第二轮官司开始的时候 伊弗林找到了玛丽的生父波拉德 作为玛丽的亲缘监护人 他们想让波拉德指派伊弗林 成为玛丽的合法监护人 这一场弗兰克的律师很给力 她问了几个犀利的问题 得出了波拉德所谓玛丽的生父 从她出生后压根就没有见过玛丽 也没有试图找过她 虽然这个事实会让玛丽难以接受 但不得不说玛丽的生父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她没有资格把监护权让给伊弗林 因为她本身就不能算玛丽的真正监护人 第二轮算弗兰克小胜 但付出的代价是 玛丽知道了自己是个不被生父所爱的小孩 她很伤心 无论大家怎么宽慰 都没办法接受现实 弗兰克直接带她去了一趟医院 让她感受了一番别人家在手术门口 得知一个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之情 让她意识到 每个生命都是值得被爱的 她当年出生的时候 她也是那么高兴的 第三轮官司的展开 需要当事人直接上台接受对方律师的提问 伊弗林的提问部分 主要透露了她是位十分严厉的母亲 不管是对弗兰克还是戴安 因为戴安与生俱来的数学天赋 让她承受了更多的压力 以至于她失去了自己初恋 没有正常的社交 连一场正规的毕业晚会都没有参加过 而她所有被剥夺的时间 全部倾注在了数学上面 也就可以理解为 戴安的死 其实是因为她太过严苛 剥夺她自由造成的 明眼人都能知道的道理 到伊弗林这里 她却始终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和错误 换到弗兰克面对提问了 辩方律师 就弗兰克没有稳定工作 没有医保享受为反驳点 找出了戴安死前一个星期 弗兰克还是波士顿大学的一名哲学助教 明明可以享受稳定工作 和医保的弗兰克 却要搬到这个偏僻的小镇生活 让人不免难以怀疑动机 虽说戴安死前 委托弗兰克照顾玛丽 但她也没有说 玛丽不享受医保政策 万一她生个病 没有稳定工作的 弗兰克不具备资金储备 第二个反驳点是教育 玛丽的数学知识 已经超出了一年级课程 但她已久被弗兰克 安排在镇上的小学 加持弗兰克之前 拒绝了校长的提议 没有把玛丽 送去顶尖学院的做法不做好 而她给玛丽买不起电脑 没有玛丽单独的卧室 睡着床 还是从二手店买来的 等等一系列行为 让他们一致认为 弗兰克在生活和教育 两大方面 都不具备足够的能力 去照顾好玛丽 于是最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法院宣判的结果是 两边都没有获得 玛丽的抚养权 而是找了一家 条件很好的寄养家庭 让玛丽在那里生活长大 弗兰克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 但她的律师却劝说她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根据她多年的律师经验 当两边胜算是五五分的时候 那个老头会向前看起 无奈的弗兰克 只能抱着被玛丽误解的心理 狠下心来 把她丢给了陌生人照顾 她还把弗雷德留给了玛丽 期盼着有弗雷德的陪伴 玛丽会没那么难过 回家后的弗兰克 每天都过得很煎熬 等她第二次去见玛丽的时候 她被寄养家长拒之闻外 他们为难地表示 这是玛丽的意思 玛丽还在生她的气 不想见到她 弗兰克更加郁闷了 她对玛丽很失望 她以为玛丽会多少理解她的不容易 这一天 邦尼在图书馆宣传栏 看到了流浪猫狗领养的传单 其中一条独眼猫的领养信息 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立马把照片发给了弗兰克 弗兰克看到后 立马赶到了收养所 把即将进行安乐子的弗雷德 带了回来 她问工作人员 是谁送过来的 他们说 是个有猫毛过敏症的人 弗兰克瞬间就明白了 伊弗林对猫毛过敏 那她肯定在寄养家庭里待过 她把那几只 即将安乐子的猫都带了回家 从油箱里驱走了一个神秘盒子 然后驱车赶到了寄养家庭 找到了偷偷 带玛丽做研究的伊弗林 她把神秘盒子里厚厚的一个本子 扔到了伊弗林面前 再跑去和玛丽解释 自己做了一件错事 这几天她无时无刻 不都在后悔丢下它 她还把弗雷德找了回来 镜头给了那个本子特写 原来戴安生前 已经把那为斯托克斯方程完整证明 伊弗林对着弗兰克怒吼着 这肯定是他们编造的 她不相信 戴安明明有了结果 不告诉她还不去出版 弗兰克告诉伊弗林 戴安要她 只能在伊弗林死后才能出版 她压根就不想让伊弗林知道她的成功 她压根不想让伊弗林实现心愿 她想用这个方式 对伊弗林做最后的抵抗 听到这番话的伊弗林弹奏了下去 她陷入了困惑 既然戴安如此不希望她知道 弗兰克又为何现在告诉她 弗兰克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截住这场抚养权之争 更没有必要让玛丽 继续背负戴安的任务 至于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完整证明 她也找不到比伊弗林 更信任的人去出版 影片的最后 伊弗林看到戴安的手稿后 陷入了无尽的悔恨 玛丽和弗兰克一起生活 她会在大学里接受数学教育 但也会在小学里 结交朋友和学习其他课程 归根结底 这部电影表面讲的是抚养权之争 作为一名天才 是充分利用好她每分每秒的天赋 还是放慢节奏 让她首先做好一个人 虽然弗兰克提供不了 像伊弗林那般好的生活环境 但她却是唯一一位 把玛丽放在同等地位 尊重她意愿的人 影片在弗兰克和伊弗林 打官司的时候 双方都从各个角度 辩解怎么怎么为玛丽好 为何不把玛丽请过来 直接问她更想和谁生活 我个人觉得玛丽还算是幸运的 因为她能遇到一个 没那么看重她天赋 更看重她人格的弗兰克 为了不让玛丽被人区别对待 特意让她在学校收敛锋芒 当她被生父抛弃的时候 就带她去医院 感受另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全心全意地去保护她 让她自己去领悟一些道理 所以呢 我觉得影片最想传递给大家的 是一种正确的教育方式 和与家人的相处方式吧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评论点赞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